老师,我又把我妈惹哭了 我妈哭着说,就应该让爱家老师 出个男孩使用说明书 要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养我了 你傻个虫吧 就不能上节正经课吗 好吧 所有的爸爸妈妈们,请注意 男孩的使用说明书 评名,小男孩 通用名,儿子 别称,小子 小怪兽,钱包粉碎机 建设银行老母亲的催命符 化学特质 有底下几点 一,充电五分钟 续航一整天 停不下来的涌动机 在家里,他们上窜下跳 大呼大叫 特别把沙发供他线 老母亲都困得不行了 他们还能精神抖手的 在床上跳来跳去 二,间歇性耳龙患者 科学研究表明 男孩妈妈的嗓门 普遍比女孩妈妈的嗓门 超敌肺 因为和男孩说话 他听没听到 听到多少 就完全凭运气 当你说到嗓子冒烟了 他才如梦初行 回应你一句 妈妈,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三,天生的暴力分子 家养小男孩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不然很可能被他的飞毛腿 或者是左勾拳护杀 四,骨子里的冒险家 哪里什么你就去哪里 在家里,他们往床底下钻 在外面,他们就往小树林里钻 是什么刺激 玩什么 工人组织 专制 各种矫情 即性质 玻璃心 完美主义患者 对血压高患者 有奇效 喜好 泥棒 水坑 树枝 昆虫 等一切野外的东西 恐龙 奥特曼 挖掘机 小汽车 等一切烧钱的东西 副作用 使用者赏门变大 脾气变差 脸色变黄 提前衰老 严重者可能心肌梗塞 特别提示 养育男孩 注定是一条 异常艰辛之路 所以请牢记 九字增严 严要瞎 耳要聋 心要大 注意事项 小男孩因性质特殊 一经受出 不退不患 所以请各位老母亲 务必谨慎使用 用法用量 建议一家一个 内心极其强大者 可以考虑生产第二个 想挑战人生极限者 可以酌情递增 有不一样见解的 欢迎在评论区 比较高下 我会采阅哦